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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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常能念佛 经常念阿弥陀佛 有事无事 这句佛常挂口边 所以随忙随闲 不理弥陀名号 顺境利尽 不忘往生西方 这是一幅对联 随忙随闲 就这句 忙了当然我就是 暂时搁下来 稍微闲一点 拿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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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课功夫就念一课佛 但这个都需要训练 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 比如说 现在每个家庭里 几乎都有电视机 有的人说 师父我没时间念佛 我说你那么忙 忙得那么忙 我很忙 我说你有时间看电视 电视我要看一看 我说你有时间看报纸吗 报纸也要看一看 我说你有时间跟朋友请客吃饭吗 请客吃饭总是要吃一吃的 这么多事都有时间 何故念佛没有时间呢 老兄啊 不是没时间念佛啊 时间有的是 只怕没有心啊 你没有心 什么时间都没有 你有心 什么时间都有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是正业 念佛人 修行人 求生西方极乐事迹 念佛是正业 所以将要细意专精 常能念佛 随忙随闲 一句佛号 这个念佛啊 初级念佛的人呢 他一个误解 他总觉得说 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 一大块 我有一个小时就好了 可是有没有一个小时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是根据你的时间忙前 所以有两句话了 竹蜜不妨流水过 山高其爱白云飞 这是两句 一句一副对联 所以这个竹子在蜜啊 流水还是过得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竹子 竹子很蜜的 一根接一根 但是不可能挡住流水 山虽然高 但是白云呢 照样的飞度 就说我们事情再忙 这个竹子蜜代表我们事情多 一见四 接见四行 但是这中间还是有缝 你肯定还有时间来念佛 哪里面有时间念佛呢 所以竹蜜不妨流水过嘛 世多其爱念佛名呢 对不对 事情多 照样念佛 那就呢 那就说把这个零碎的时间啊 时间就像沙子 会从我们的手指缝里边 不知不觉的 漏掉了 那我们把这个零碎时间都用起来 比如说我早晨起来 确实忙 那么一起来 一睁开眼呢 我就提取佛号 我洗脸也在念佛 现在上班了 走路呢 搭车也不要东看西看 哎呀 这个广告真好 你不憋啊 你还是念这个外面世界 不用看 坐公车上 你一闭着念我的佛号 出门办事出差 在火车上 在飞机上 在船上面都可以念佛 念佛的时间很多 上个卫生间也可以念佛 那这样呢 你如果用心很细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每天有很多时间念 我觉得再忙的人 一天念个五千声 六千声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个孝子啊 思念他的父母 孝子思念父母 你说他一定要花个时间 找一个房间 坐在里打坐慢慢想吗 会不会这样 不会啊 现在比如说 有很多人外地打工 外地打工的时候呢 现在快快到春节了 都想回家 他会向老板请个假 哎老板 今天我要想家了 老板放一个小时假 我坐在那里慢慢想 他不会 他上班也是想 他下班了还是想 也不障碍他的工作 我们也一样啊 我们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总想到 要回归西方净土 所以呢 随忙随闲 多念佛 这个是不障碍的 有这份心哈 自然而然呢 佛号能提得起来 就怕你呢 没这份心 再多的时间也没有 念佛时间有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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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